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百见革命文物说江西 走进瑞京夜平革命旧纸群 红军烈士纪念塔 更多精彩江西影视旅游频道 马上为你新鲜呈现 关注旅游泰发现最美江西 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旅游报道 提到赫州崇溢 第一个让人想到的就是上宝梯田 不过在崇溢不光有上宝梯田 还有一个主打生态品牌的 君子谷野生水果世界 非常值得一去 在这里游客可以看到 各种从未谋面的野生水果 君子谷野生水果世界 位于江西罗霄山脉东南的 崇溢县西部山区 面积五千多亩 拥有君子谷野生水果保护区 君子谷野生水果种制资源谱 君子谷野生次葡萄 选优品系生态种植园 君子谷野果酒庄 君子谷野果酒博兰馆等 供游客游览 我们君子谷是参建于1995年 是一个野生水果的种子资源库 也可以说是野果的天然家园了 现在几乎是适合我们中国南方亚勒带 生长的野生水果在这里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都可以找得到吗 君子谷野生水果世界 从1995年开始进行野生水果的收集和保护工作 通过十几年的努力 君子谷收集和保护了大量的野果资源 在君子谷野生水果种制资源谱内 游客可以看到各种从未谋面的野生水果 我发现了两个这个硕大的果实 它有点像芒果 又有点像木瓜 它是什么 这个学名叫木通 其实这个木通是一个大类 它品种其实有很多 像如果我们平时 这个果子没有长出来的时候 就是仔细观察 从它叶子上也是可以分辨的 怎么呢 我看一下 叶子是在哪 有这种三片叶子的 对 然后有这种七片叶子的 还有五片叶子的 所以它都是单叶 对 就是我们说的三叶木通 五叶木通 七叶木通 在君子谷野生水果种制资源谱内 像木通这样从未听过的野生水果 数不胜数 据了解 君子谷野生水果世界 一直致力于从野生水果品种的选优 到选优品种的生态种植 野果生态特性的研究 到野果深加工工业化的创新发展 经过多年研究 野生次葡萄 在一众野生水果中脱颖而出 四葡萄是葡萄科葡萄属植物 木质藤本 它的树根供药用 可治筋骨伤痛 除此之外 四葡萄营养价值高 含丰富的糖类 有机酸 此外还含有蛋白质 果胶 以及多种矿质元素和维生素等 是优良的酿酒原料 目前是发现 这种葡萄在全世界只有在我们中国南方的罗霄山脉和五一山脉才有 那我们君子谷也是正好处于这个罗霄山脉 所以也是这个赤葡萄种子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 在君子谷野生水果世界 仅中国野生次葡萄资源谱内保护和收集的次葡萄野生植株就达一千一百多份 与此同时 君子谷野果世界在附近的两节村推广生态种植模式 帮村民们打造了一条生态葡萄沟 两节葡萄沟 以种植次葡萄为主 两节葡萄沟从种苗到技术都来自于君子谷野生水果世界 一二年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君子谷的带动下 然后呢他会免费提供种苗 然后我就在家里租了一块地 然后种植了七抹多的葡萄 他会跟我们签订那个保价回购协议 像去年的话他送我们的葡萄都三块多钱一斤 通过这个赤葡萄的种植 然后跟这个理由相结合的话 可以引来很多那个游客 可以为我这个农家乐啊 还有这个民宿带来效益 然后第二个方面这个赤葡萄 他每年有收成 每某的产量将近有三千斤以上 然后每年可以为我带来一笔比较可观的收入 除了带动周边乡村发展 君子谷野生水果世界 已经发展成为一个 即野果研发保护种植 酒品酿造于一体的科技型农业生态示范园 利用种植的赤葡萄 推出了赤葡萄酒 各种原生态野果酒 以及其他生态产品 让景区的科普示范和生态旅游完美结合 连日来 一幅天然的水墨画 如梦似幻的美景吸引了 众多摄影爱好者频频按动快门 美景特别漂亮 所以这次来得非常满意 我觉得这个是福福如画 每一个角度都能配出来非常满意的照片 所以说这也是我来到的最大的收获 美景不仅让摄影爱好者沉醉 也让游客惊叹不已 他们纷纷摆出各种姿势 用手机和相机定格美景 来到这边的时候就觉得 哇 这个仙气雾蒙蒙的很好看 就是有仙女下凡的感觉 雾很漂亮 吹烟缭绕 白墙灰 哇 太美了 据了解 石城村周围有百余珠红风 每年的11月初红风渐红 观赏期可持续到12月初 日军接待赏风游客超过3000人次 周末接待赏风游客超过7000人次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 全省各地的文旅咨询快报 日前 全国脱贫攻坚题材 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在京开幕 活动其中展示了全国艺术院团 助理脱贫攻坚的良好风貌 用优秀创作成果 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为决胜全面小坑 决战脱贫攻坚 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 博省入选展演剧目名单的彩茶戏 好人好事 讲述了一位退休市长 带领村民克服困难 修复古村 发展旅游 建设新农村的故事 11月11号到12号 由旅行社组织的红色旅游千人团 来到宜春铜骨 32个旅游大巴 满载1300多名游客 重走秋收起义之路 感悟铜骨厚重的红色底蕴 据了解 这是铜骨县文广心旅局 贯彻落实县尾十四届 九次全会精神 引进的首个大型旅游团队 为实现每日万人游铜骨的目标 铜骨县文广心旅局 充分发挥职能优势 到周边省市与旅行社渠道商洽谈合作 通过政策讲补 活动引流 渠道等方式 扩大铜骨旅游朋友圈 带动铜骨旅游人气越来越旺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你还可以下载 手机江西台客户团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首出兴丹使命 百建革命文物说江西 系列报道第二季 革命旧纸片 现在让我们走进 锐金叶平革命旧纸群中的 红军烈士纪念塔 感受这作用 革命烈士鲜血凝固而成的 精神之塔 在锐金的叶平革命旧纸群中 有一座造型十分独特的 标志性建筑 远远望去 它犹如一颗紧贤待发的炮弹 它就是全国重点 烈士建筑保护单位 红军烈士纪念塔 1933年7月11日 为了包扬先烈 永远纪念历年来 在革命战争中 光荣牺牲的红军指战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人民委员会 在第45次会议上 决定兴建 红军烈士纪念塔 建造地点选在叶平的红军广场 纪念塔由中阁军委总参二局副局长 钱壮飞设计 梁伯台任工程指导 红军烈士纪念塔于1933年8月1号动工新建 塔高13米 由炮弹型的塔身 还有五角星的底座组成 这寓意着 党指挥枪 枪杆子里出政权 在塔身的四周 我们还能够看到 镶嵌了一颗颗的小石块 这些小石块 则标志着 红军烈士纪念塔 是由无数的革命先烈 用他们的鲜血 才凝聚而成 在塔座的四周 分别镶嵌有 毛泽东 朱德 周恩来 等九位领导人的提词 这些提词内容 不仅在深切的 缅怀革命先烈 同时 也为苏维埃前进 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的提词中写道 在反对帝国主义 与土地革命的伟大战斗中 许多同志 光荣地牺牲了 这些同志牺牲 表现了 无产阶级 不可战胜的英勇 奠定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 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正在踏着这些同志的血迹前进 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 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在红军烈士纪念塔前 地面上的正中间 也平铺了踏着先烈 血迹前进 八个仓劲大字 这就与红军烈士纪念塔 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构图 在生活条件艰苦的革命岁月 修建这样一座纪念塔 并不是容易的事 然而1933年八月工程刚开始 中央苏区就掀起了一股 自动募捐的热潮 当时参与募捐的单位组织有很多 中国工农红军残废院 捐大洋二十一元二角九分六里 直属医院政治部 捐大洋八元七角一分 医军团八月三十日来电 以集中捐款二百四十元 老百姓更是节衣缩食 在有限的津贴和伙食费中 节省出一元两元 甚至是一分两分来支援纪念塔的建造 1934年1月31日 红军烈士纪念塔顺利落成 落成的第二天上午 苏维埃中央政府隆重举行了 红军烈士纪念塔揭幕典礼 典礼上中央军委主席朱德 号召大家要继承先烈一致 踏着先烈血迹前进 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如今的红军烈士纪念塔 是于1955年重建的 塔身上从上数下来的第三个字 烈士的烈字 是当年保存下来的真迹 唯一的一个 1934年10月 红军主力长征后 整个中央苏区遭到敌人的摧残 移为废墟 红军烈士纪念塔也被拆毁 那么这块烈字石碑 是如何完整地留存下来的呢 在当时有一位村民 一位信谢的大娘 他是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 闯进了这一片被国民岛 占据的废墟当中 发现在这整片废墟当中 只有烈子这一块石碑 字体是完整的 是没有损坏 所以在那个时候 才奋不顾身地将它抱回家 藏在家里的鸡窝里边 这一藏 就藏了有20多年 在他得知红军烈士纪念塔 要复原重建的时候 他就将这一块 藏了20多年的石碑 主动地捐献了出来 那个时候呢 就有一位记者问他 您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 去保护这块石碑呢 就在他沉默了许久之后 他含着眼泪 小声地说了一句 因为在我最小的儿子 最后走的时候 我连最后一眼 都没来得及看到 当我在废墟当中 看到这样一块石碑的时候 仿佛间就看到了 我这位小儿子一般 战果纷飞的岁月里 苏去人民为了保卫 苏维埃革命胜利果实 义无反顾 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父送子 妻送郎 父子一同上战场 这样的感人场面 常常在中央苏区上演 在当年中央苏区的 《红字中华报》里面 在一个家父里面 有一幅画 就是画了八个兄弟 那边上的话呢 他就有一幅报道 就是报道了我们瑞京下校区 一个农民家里面 八兄弟全部上前线 参加红军的这么一个报道 没想到因为战争是非常残酷的 他们八个儿子 全部壮烈牺牲在战场上 这个困难是非常轰动的 大家都不太理解 为什么八个儿子 全部送上前线呢 因为从苏区来讲 当年在风险社会 尤其是在国民党统治阶段 你像他们这个家庭 作为八个儿子 那是八个劳动地 那作为家庭 是非常优越的条件 但是呢 因为在国民党统治 他没有田地 他只能是给地主当牛坐马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是因为有共产党 有了红军来了以后 大土豪分田地 把田地都分给了老百姓 分给了青骨人民 那么这么一家人 分到田地以后 他非常高兴啊 生活有了保障啊 所以他感谢共产党 感谢我们红军嘛 所以就把八个儿子呢 他送他上前线去了 但这个世界报道以后呢 影响很大 而且起了很大的示范作用 当年啊 苏区很多机关干部 有的是部长 有的是书记 这些机关干部 纷纷地报名参加了红军 一家八子参军 前仆后继壮烈牺牲的事迹 是苏区人民 倾尽所有支援革命战争的一个缩影 而锐进 当时的红色政权所在地 贡献尤为突出 那时候 锐进全县仅有24万人 而参加红军的就有4.9万 几乎所有的青壮年 甚至14岁15岁的孩子 都加入了革命队伍 但很遗憾是什么呢 剩下的有名有姓的红军烈士 只有一万七千多人 为什么 很多上午上到战场 下午肯定就牺牲了 还不去登记造词 就牺牲在战场上 在中国革命这条波澜壮阔的长河中 不计其数的红军前仆后继 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鲜血 如今 红军烈士纪念塔 已成为后来人 对革命烈士寄托无限哀思的地方 这座革命烈士 鲜血凝固而成的精神之塔 将永远在人民心目中 放射出夺目的光彩